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八十九集 贾丹境界 剩余的五人呢 连看都不看一眼 速度发挥到极限 逃离出去 张自立轻哼一声 就在这时啊 忽然 那逃出极远的五人呢 身子一歪 陆续地从半空落下 张自立凝神一看呢 只见王林迅速从远处飞来 看到这里啊 他不由得神色微变 正要说话 莫然间听见王林的声音传来 后方有不下百人的修士飞来 话语传来的同时啊 王林从张自立的身边穿过 瞬间便冲出老远 此时啊 张自立已经看到了天边出现的上百道剑光 他立刻掉头便跑 回头时发现呢 已经没了王林的身影 不由得心里暗漫啊 第八小队的其他成员见识不好 纷纷向着灵迈出撤退 王林飞出很远后啊 眼看四下无人 他脚下一踩地面 身子磁溜一下 钻入地底 展开土盾树 向着西方盾去 他刚才杀了十二个助击修士 还差三十八个 就可换取一张地图 若是与队友同行 虽说安全可以有所保障 但若想取得可以拿到天离丹的成绩 还是需要他单独行动 那上百道剑光 灌空而过 目标指向灵迈出 待他们过后啊 王林在一处密林深处钻出了脑袋 冷眼看了少许后啊 又跟了过去 剑光虽快 但王林的土盾之术更是玄妙无比 在那百人身后远远地掉着 只见那一百多修士灌空而过 顷刻间便冲出极远 来到了灵迈所在之地 此地灵力波动极大 地面更是坑坑洼洼 到处都是残壁断骸 浓烈的血腥之气 清风吹动下 扑面而来 在那百人修士来临的瞬间呢 无数火蜂国的修士 从四面八方漠然间出现 战斗开始 与此同时啊 八道粗约数米的剑光 从远处飞来 庞大的气息立刻笼罩四周 王林眼睛一眯 这八人呢 均都是渊鹰七高手 他们刚一临近 便被火蜂国巡视的 渊鹰七修士盯上 双方的圆鹰七修士立刻站在一处 法宝飞剑层出不穷 阵阵轰鸣声更是络绎不绝 在这一刻呀 天地撼动 风云变色 紧接着又有数股 宣武国的百人修士队伍 一波波地在远处现身 迅速飞来 加入混战 光临目光冰冷 看了少许后啊 寂静神石 化作一道红色闪电 从地面 漠然间跃出 向着交战的双方 闪烁而去 一个正在驱使 飞剑杀敌的 宣武国铸鸡七弟子 一剑斩杀宁七十五层的敌人后啊 正要继续挥剑 突然 眼前红光闪过 他脑中啊 就如同被一把巨大的锤子 狠狠地撞了一下 眼睛一暗 神石没有任何阻碍的支离破碎 身子从半空一头栽下 八个玄武国铸鸡七修士 组成剑阵 困住一个杰丹七高手 但红光闪过后啊 八人全部身子微震 脸上表情凝固 神石仿佛被一只大手 搅乱般消散一空 失去了灵魂的躯体 从半空摔下 那个被困得 杰丹七高手一针啊 但眼前的时机啊 不容他多想 连忙冲向不远处的敌方 一个宣武国 假丹境界的修士啊 凭借一把猿鹰级飞剑 连续斩杀数个同阶高手后 宁笑的一把掐在一个 筑击初期的女修脖子上 右手猛的撕下 那女修胸前的衣服 立刻画成布条 露出了粉红色的肚兜 女修惊恐地尖叫 在这战场上显得柔弱无力 那贾丹修士舔了舔嘴唇 眼中露出银邪之光 抓着女修迅速后退 但没等他退出几步 只见眼前红光滑过 他身子颤抖几下 无力地送来了手中的女修 身子如同烂泥般 从空中掉落 他的那把飞剑 失去了主人的控制后 不但没有停止飞行 反而更加快速地 向着地面冲来 在接近地面的瞬间 被突然出现的手臂抓住 缩回地面 消失不见 随着越来越多的 宣武国驻机器修士 无缘无故地 从天空摔下 这一幕 引起了宣武国方面的重视 一个身穿紫袍的 结单漆修士 盯着地面某处位置 右手一指 也不知以何种方式 传递的信息 只见十个驻机 后期的修士 立刻冲出战场 向着所指之处飞去 王林神色冷静 掉头就走 土盾树 不快不慢地 向着远处盾去 那十个驻机修士 其中一个 手里拿着一个罗盘 根据罗盘上的指针 紧追王林 走出十多里后 王林驻逐 激净神识 漠然间散出 在驻机器面前 王林就是君王 生死犹新 识人甚至连侍警的动作 都来不及做出 便立刻 毫无征兆地 一一倒地身亡 神识破灭 双眼无光 现在的王林 已经没有了 山村少年的淳朴 没有了怜悯之心 凡是阻碍其脚步之人 均是可杀 战场上没有对错 有的只是生死 若有哪怕一丝怜悯 死的一定是他 激进的属性 在带给王林力量的同时 也在悄然无息地 改变着他的性格 极竭 无所不用其极 若是行正道 那可称得上 当得起大侠的一代仙侠 饥饿如仇 斩妖除魔 若是行魔道 那绝对是万魔之王 极端起来 即便是魔道中人 也会惧怕三分 当得起一代魔君之城 极竞的属性限制下 不可能出现那种 一正一协的行事风格 王林啊 曾经淳朴的性格决定 他想成为一代仙侠 让万人敬仰的正道修士 以此光宗耀祖 可惜啊 世事无常 司徒难得出现 让他的性格 产生了细微的变化 这种变化越来越大 最终惹下滔天祸根 光宗耀祖 宗已断 祖已绝 何来光耀之说 寂静的属性啊 立刻让他性格腻肿 既然做不成 万人敬仰的一代仙侠 那就成为万人惧怕的 一代杀戮魔君 王林眼中露出无情之色 收了这些人的处待后 看都不看脚下尸体一眼 身子一晃 重新钻入地底 换了位置 再向战场遁去 但立刻啊 他又重新钻出 遥望战场 沉吟少许后 他拿出几块灵石 在地面上摆下一个阵法 随后啊 把那十具尸体 一一扔入阵内 每一具尸体被扔进后啊 都会立刻爆炸开 化作阵阵血物 被阵法吸收 当最后一具尸体自爆后啊 王林咬破指尖 弹出一滴鲜血 在阵法灵石上 顿时啊 阵法生起一丝紫气 紫气转了数圈后啊 慢慢消散 地面的几块灵石 也消失不见了 若不细看呢 发现不了任何端能 做完这些 王林的身子沉入地底 向着战场遁去 此时双方的战斗 已经紧张到白热化 元英七修士的战斗啊 越加激烈 波及面越来越广 逼得其他修士纷纷避让 就在这时 玄武国这里 但凡是驻击七修士 接二连三地 从半空中 无缘无故地摔下 落地后摔成肉泥 随着越来越多的 驻击七修士 诡异的死亡 玄武国的交战队伍 有了一丝混乱 火逢国修士 立刻抓住机会 迅速追杀而上 玄武国中啊 之前派人杀王林的 那个紫袍中年人 眉头紧皱 目光如电 低头一扫 最后盯着一处地面 右手再次一指 顿时啊 他身边一个截丹 初期修士 二话不说 冲了过去 在那截丹七修士 冲来的瞬间 王林立刻蹲走 截丹七修士 面带冷笑 低喝一声 右手向下一按 顿时啊 整个地面 出现一个手掌的印记 轰轰声中 凹了下去 王林迅速破土而出 脚下轻点 向着布置阵法之处 跃去 那截丹七修士 眼中露出一丝 讥讽之色 在他想 对方之所以能杀死 那么多铸击七修士 无非是靠着一件 大威力的法宝而已 自己只要小心一些 定然手到擒来 想到这里 他双手一翻 一把金色的锥子 旋转着 在他双手之间出现 略顿一下之后 犹如离弦之剑 立刻破空飞出 那锥子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四周出现 一圈圈波纹连影 王林头也不回 扔出火蜂国 发放的鸡肋丹宝 也不看结果 迅速向前跃走 那丹宝一出 立刻化作一个银色的拳头 轰然间挥向锥子 在相撞的一刻 锥子旋转更距 硬生生冲破拳头 钻了出去 只不过光泽掠暗 但速度却不减 笔直地逼近王林 王林神色如常 在身后锥子刺来的瞬间 再次钻入地底 土盾树立刻展开 盾出几十米外后 他又破土而出 如此这般周而复始数次 已然来到阵法之处 接单其修士 不慌不忙地跟上 眼中讽刺之色更浓 他高声说道 鼠背之人 你除了会钻地偷袭之外 就没有别的本事了吗 王林一语不发 经过阵法时 没有半点停留 一闪而过 冲出老远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 猛地回头 此时啊 那接单其修士 已然飞临 阵法上空 嗨 王林目露 冰冷之色 低音道 这话音出口 修士脚下的阵法 漠然间启动 冒出大量的紫气 这紫气 瞬间便把修士 包裹在内 远远看去 只见一团浓密的紫物 扩散开来 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王林冷笑 潘息坐地 飞快祭出 周景送予他的 元英七法宝玉符 顿时啊 一道圆形波纹 从玉符上散出 覆盖在王林身边 此时啊 那把锥子 已然冲来 猛烈地撞击在波纹之上 但那波纹 却只是晃动树下 没有丝毫破碎的痕迹 他看都不看 那锥子一眼 盯着紫物 从储物袋 拿出飞剑 右手在上面一抹 魔头红色的影子 顿时飞出 兴奋地盯着紫物 露出想要吞噬 但要犹豫的神色 王林深吸口气 二话不说 闭上双眼 尸海内掀起 狂风怒浪 一道道红色闪电 不断地从尸海内冲出 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道红云 猛然间冲出尸海 寂静神石首次一丝不留地脱离身体 清潮而出 在那红云从王林头顶飘出的瞬间 魔头立刻露出恐惧惊怕之色 身体颤抖地退向一旁 红云一现 立刻画作一把利剑 在魔头身边一转 带着魔头冲入紫物之中 只见雾内 结单其修士 潭息坐地 面色阴沉 在他的身边 一个葫芦旋转绕圈 所过之处 紫物慢慢变淡 被其吸收了 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